慈禧志工在河北来源县的 第二趟东令访饰 来到了窦军湾村 65岁的王奶奶 几年前脑梗塞 半身瘫痪 无法讲话 原本都是卧病在床的 但对志工身上这套制服很熟悉 一看到大家 说什么也要下床打声招呼 真好 真好 走得好棒啊 我们到外面真好 农村里老弱妇如多 王军霞从四岁开始就得了冥品险 只要发病 全身都痛苦难耐 甚至想要轻生 志工不断给予正能量 希望他能与病和平共处 我给你力量 我比你大一岁 我爱人脑出血 然后一半就不能动 但是只要祝福自己 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过去的 所以就我们不抱怨 预期抱怨还不如去改变 好不好 来 来 让我感受到你的力量 加油 来 来 爱的确能给人带来改变的力量 在这趟访试中 两位曾经接受慈祭助学的孩子 这回也翻转手心 转换角色 立场不同 感受也不一样 能够亲身作为一个访试者 就是去看望那些被访试者 看望那些爷爷奶奶 然后跟他们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 第一个感觉 第一个想象就是我们的人和人之间 就是要多一些这样的关怀和陪伴 向慈祭每年都会发放物资 然后给各个比较目前比较贫困的地区 对于这些乡亲们来说 更多的是感受到了慈祭的人文光怀 固执与精神相比 其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 是更能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动力 访试的第二天 志工则是到南石佛村 带动村民做环保 希望他们不要随地乱扔垃圾 把可用的资源再回收 让自己的家园恢复 人有的整洁美丽 大家新闻 珍善美志工王渝秀礼月泊 河北报道